一群白衣天使正在对妻截肢 全程不使用任何麻药 不管她如何惨叫 还是硬生生地聚下了她的左手 在她冰死之际 医生更是直接将其杀死 没想到下一刻她居然又复活了 刚才被锯掉的左手也重新长了出来 然而等待她的是继续被肢解 无限循环下去 就在几天前她在路上遭遇了车祸 本应当场死去的她却离弃复活 她也成为了世界目前已知的第三位亚人 亚人拥有不死之身 不管身体遭受了多大的伤害 都能够恢复如初 政府打着保护亚人的名义将其囚禁 然后开始无休止地分解实验 试图从亚人身上找出能够让人永生的秘密 男主永景在这里被肢解了三天之久 就在这天实验室的大门被人破坏 来人是第一号亚人左头 他曾经在这里被人疯狂肢解了二十年之久 目的就是要杀死所有的日本人 如今准备解救永景 作为第一个亚人的他 战斗力简直逆天 很快就将一只小队全灭 当他不小心被麻醉枪射中后 没有丝毫犹豫 手起刀落直接砍掉了自己的胳膊 然后继续战斗 在牺牲了大批士兵后 他们终于将麻醉枪射在了他的背后 左藤剑撞直接用枪对准了自己的胳膊 一枪下去当场死亡 然而几秒之后刚才被砍断的胳膊 就再次恢复如初 复活后的左藤将面前的所有士兵全部射杀 然后来到了永景的面前 说政府根本没把他们当人看 要求他加入自己的组织 说完这一切就将机枪递给了永景 让他击毙肢解自己的白衣天使 见到他们苦苦哀求 永景圣母心泛滥放过了他们 但饱受折磨的左藤不为所动 直接开枪击毙 这个时候的永景居然朝着救命恩人左藤开枪 趁着左藤复活的时间 永景带着医生躲了起来 砍下了自己的左手当作诱饵 趁机从背后偷袭 不过左藤早有准的 重伤的永景直接抹了脖子自杀 复活后捡起一旁的手枪开始射击 重弹的左藤也开始自杀 他追上了永景将其打伤 然后在他的面前召唤出一只木乃一样的怪物 在永景惊讶的目光中告诉他 这是属于亚人的专属幽灵 但是下一刻 永景的身体居然也出现了无数的黑色粒子 朝着某个点汇聚成形 幻化出属于他的幽灵 接下来就是幽灵之间的战斗 虽然永景刚变成亚人就能召唤出幽灵 让左藤感到奇怪 不过由于战斗力的差距 很快就败下阵来 然后被另一只幽灵彻底打散 当永景即将死亡时 幽灵居然再次从身体中冒了出来 在救了永景性命之后 一个手刀将左藤杀死 趁着他复活的时候开始逃命 不过这一次左藤并没有杀他 因为他要去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推着另一个亚人同伴 当着所有记者的面前揭露了事情的真相 说政府一直对他们亚人做惨无人道的实验 他们也只想卑微地活下去而已 但其实这只是他计划的第一步 事情很快上了热搜 政府对于此事也没有任何回应 这个时候左藤开始威胁政府 他将在明天摧毁研究亚人的实验基地 在武装人员到齐的情况下 实验室的人也变得毫无畏惧 突然一架飞机直接撞上了大鹅 引发了巨大爆炸 复活重生后的左藤从废墟中架了起来 接过了同伴用无人机送来的装备 政府这次也出动了日本最强的自卫队 他们对于左藤的不死之身有了应对之策 一枪直接抱了左藤的头 所有人开始慢慢逼近 在他复活的前一秒 开枪继续将其抱头 他们把握了左藤复活的几秒间隙 每次提前将其杀死 在这种完美配合下 拥有不死之身的左藤一时间也毫无办法 只能不停地被抱头 突然一把狙击枪瞄准了他们 原来是左藤的同伴 他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循环 同时也给了左藤复活的时间 一枪送走了面前的人之后 开始了自己的秀场 挟持人质开始疯狂扫射 他出手狠辣每次必有人倒下 靠着自己是亚人不死之身的优势 彻底舍弃了防御 直接冲到人群中开始胡杀 此刻的左藤回想起 当初在实验室被残忍解剖的20年 这成为了他一生都无法抹除的过去 如今的他不在乎任何人和事 他需要的只是复仇 直到颠覆整个日子 但凡受伤后便立即找人置业 然后吞枪自尽 几秒后便再次复活 开始新一轮的杀戮 纵然是最强自卫队的他们 也架不住左藤无限重生的伴 一段时间后便带无活人 全都死在了左藤的手中 整个过程都被全程直播了下来 此时的左藤向政府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 现在的左藤不再满足一个亚人自治区 他要的是整个东京 如果不同意 就释放毒气但毁灭所有人 这时候的官员感到深深的恐惧 一时间束手无策 与此同时永景也通过电视看到了直播 他找到了高层谈合作 左藤将会由他来解决 作为报酬要给他一个新的身份 用来回归到之前的生活中 他们来到了存放毒气的医药公司 如果左藤要完成他的计划 就必须要攻破这里 与此同时左藤的同伴也都来到了这里 他们一进门就开始大肆屠杀警卫队 然后来到了毒气的存放点 但永景早就准备好了一切 他利用排风口 将自己身上的黑色粒子传递了出去 因为这种粒子只有亚人才能看见 但是对人类没有丝毫影响 利用这个漏洞 在场的亚人都被麻醉枪放倒 但唯独少了左藤的身影 此时所有的武装人员 都守在了大楼的唯一入口等待着 浑然没有注意到 亚人的包裹中有个断手 另一边左藤骑着二八大杠 来到了一家木材加工厂 对着粉碎机的入口直接跳了下去 几秒后 左藤就出现在医药公司的内部 原来亚人只要死亡后 就会以身体的最大一块肉复活 而之前的那只断手就是左藤的 抬手就是一顿连射 永景按照刚才的方法 让幽灵在通风口释放黑色粒子 成功地阻碍了左藤的视线 警卫们趁机射出麻醉针将其放倒 以为一切都已经结束 院长上前一顿嘲讽 赫然发现麻醉针并没有射中左藤 原来是影子替他挡了下来 很快就杀死了在场的所有人 然后解救了自己的同伴 他们砍下了院长的胳膊 用他的指纹解锁取出了神经毒气 眼看成功在即 但左藤并不急着释放毒气 他把永景约到了楼顶 刚一见面永景的幽灵就抢下了毒气弹 然后开始和左藤的幽灵单挑 永景接过了毒气弹之后 便顶着左藤的机枪开始逃命 慌乱之中毒气弹掉落了下去 如果打碎一切都完了 不过在最后一刻被幽灵接住 然后开始了混战 一直到此刻 左藤依然想劝服永景 说完便将毒气弹抛了出去 这时候的永景再也无法隐藏 奋力一跳接住了毒气弹 左藤连忙开枪连射 在掉落的瞬间幽灵接住了永景 筋疲力尽的他选择开枪自杀复活 利用行李箱作为掩护 然后跳到一边开枪射中了左藤 自己也不幸被击中 左藤没有犹豫直接开枪自杀重来 永景的幽灵一把将他拎起 扔向了高压电箱身亡 中场休息结束 第二轮战斗正式开始 永景再次装配麻醉枪 这一次永景选择了近身肉搏 在被击飞之后 幽灵一把抱住了永景抛向了左藤 一针麻醉剂直接插在了他的腿上 顺势射击补上一枪 幽灵接住麻醉枪后 趁机插在了左藤的后背 这时候永景的胳膊被幽灵砍断 掉落在了一旁 左藤连忙准备开枪自杀 被永景及时阻止 虽然自己的幽灵被打散 但好在终于将左藤放倒了 就当永景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左藤的幽灵一个闪现杀死了他 几秒后左藤再次复活 此时的永景已经走投无路 幽灵也无法再次召唤出来 就当左藤以为自己胜利之时 永景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话 突然天空上将落下大批特种病 纷纷用电击枪射向了左藤 左藤想开枪自杀被永景及时阻止 与此同时无数的冷冻枪袭来 瞬间将他们二人冻成了冰雕 为了防止他们再次复活 特种兵开枪把他们打成了碎片 用吸尘器回收掉所有的粉红 原来政府并不准备遵守和永景的承诺 早就打算过和拆桥 就在此刻 之前永景那只被砍断的胳膊发生了变化 重新化为了永景 特种兵连忙开枪射击 但左藤直接撞碎了玻璃跳窗逃走 只是可惜了一身正气的左藤 没有完成他的使命 画面一转 一只手拿起了左藤的帽子 他是否也留了后手 面对过和拆桥的政府 如果你是永景 你会做出如何选择